是怎麼來的 這個人就是認識了那個 結定阿里山的開花 跟結定整個台灣的整個施政 有歷史以來台灣第二個政治家裡 就是厚藤新兵 厚藤新兵曾經在德國 就碰見了和和士太郎 秦山是他的住家的鄉鎮 叫秦山縣 秦山不是一個人的名字 是他住的地方 他姓和和 名字叫做士太郎 忍術學院的亂太郎 那個是他的名字 那他叫做士太郎 但在這裡沒有列出來 那這一位先生就是在德國 跟厚藤新兵曾經 厚藤新兵很會看人 知道這個也是個人才 他回國以後就是在東京地大當這個講座 來當教授就是了 然後 厚藤新兵把他請來 問他 諮詢他 他去阿里山勘查 這個人非常謙虛 這個人非常豪邁 而且很 我講錯了 不是謙虛 他非常自負 他的確是有這個能耐 他整個勘查 底電阿里山要不要開發 就是這個人 那這個人後來阿里山不就開發了嗎 而且這個人還設計很多東西去騙日本國會 那個時候假報阿里山的財積 把他乘以差不多兩三倍 這麼多 騙那些議員 因為他瞧不起那些議員 要看他比較亂小而已 沒關係 這樣事情就對了 那就是這樣 那通過了 他開始關聯 其實阿里山歷史 給你們那麼厚的一本書 你不要一看就昏倒 就把他推到旁邊去了 那這個人一定之後呢 厚人 開始懷念他 那後來是 在日本過世阿 阿里山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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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家要給他做這個紀念的筆阿 那不要 大家硬要的結果 他就說 那你要給我做的話 可以 你要把我的博士的佛少一點 然後我的那個公 你要既有的公 金公 筆阿 那個公阿 不出頭 什麼意思 我沒有那裡扑 扑輸 嚇一張 比較不會亂扑 公樓 嚇一片 公不出頭 我們還是 這是代表 所以這一塊筆就寫得很清楚 博士的佛少一點 紀念的公 少掉一點 那這就是厚藤辛平 把這一位台灣人 就是第一次 1904他們上山 在那裡定出了整個阿里山的開發大計 然後呢 由厚藤辛平決定技術性 那 不是 由那個和和世代良 決定技術性的開發 那這個政策就是中間這個 誰啊 厚藤辛平決定開發大計 那請你們 資料上都很完整 好不好 這個時候不要我再講了 應該是裡面 嘿 哇 那當時的原住民 就草族 帶著 你看這是草族的這種 然後他們上到了 剛才用那兩張原住民就是說 他們上山啊 三十個人使用的原住民大概八十個人 因為一個可能要兩個原住民幫忙 對 因為他們那 嘿 欸 我有一個 爬一山的經過 早期在爬一山 爬一山啊 一個探險隊伍要爬一山 總人數是一百多人 嗯 嗯 只要用那鍋子那 煮那家的東西 那就要三四十個人 以前那個八九三 像現在我們從台中 哇 早上 凌晨出來 兩三點出來 我爸爸當天二十四小時 登頂然後再回來 喔 以前是這樣 八一五月 百多人 要扶一個上一山頂 都很困難 也不然拚到要死 好不容易 真的第一個登頂啊 沒有想到 日本人爬錯座 爬到最難爬的一山東風 哈哈 難怪 注定的日本人統治台灣只能五十年啊 啊 真正確實啊 他就看那項最難的 的確 日本人處理的 恰好是台灣歷史上最難統治的一段 你知道 到後來以後 國民黨那真正 求有才能勝利嗎 你知道那個 日本人走了 台灣社會的安定穩定 了不起啊 那是這樣說過了 不是這樣說 當年守在地 這個 就是萬歲三點 現在給我旁邊講 萬歲三點看的這個就是大塔山 這個我通常會在那裡跟你介紹 這個大塔山是整個阿里山山脈最高峰 他原來這個地址曾經有地址學家研究說 這個阿里山山脈應該是在一山的山頂上 因為在造山運動 台台還在海底還沒有冒出來的時候 一山山頂有一塊阿里山山脈 那有一次大地震的時候 整個山脈 啪掉下來了 變成阿里山山脈 所以這一塊應該是比一山還要高 當然這裡只是有人在假說 這是未必 OK 所以呢 他現在呢 已經變成 不但不是高山 只是中海拔 所以這山很一樣 一直還在記得自己往日的光榮 所以呢 你這個山仔細看 他大概是手指頭是這樣 這樣 你拿走手出來 大拇指 這一塊就是大拇指 那這個呢 幾個獅子 要說啥 我們去到高峰那邊就看得到很清楚 你買才是第一名 你買才是第一名 又不敢講得太大聲 所以就變成這樣 我才是第一名 才是第一名 這樣你就知道了 這個歷史你就記得了 阿里山萬歲三附近 原始生靈 整個全面密密麻麻是什麼 變活靈 存靈 這個財機啊 一公頃 三千以上 一萬公尺 那我就想說 我第一名看這個 我跟你們講過啊 我很感動 別人都沒感動 我只好說那個多少錢 那這就是萬歲三頂 那這個就是新政府穿過的地方 中華民國元美 1912年 12月24號 開始 第一輛財車 從阿里山 二萬亭 開到了 嘉義 開啟 快慕林正式的開花 阿里山整個開拓時 第一個階段 1912年 到1926 二七年 前進指揮中心 在二萬亭 1927年 火車頭千里道 昭平 展開第二階段 林內線全面開花 阿里山的最核心的森林 在最早就是看最好的地方 到萬歲山 到住山關路樓 從昭平這一地帶 接著往敏烈方向 把敏烈前線 敏烈上線 敏烈下線 大雙溪線 接著 這邊砍完以後 恰好二次大戰 把敏烈的陪路拆掉 遷到 往塔塔加方向 至中 這是第三個大方向的開花 大致上呢 是這樣 那我以前做調查 就是說每一個地點 每一個開花的村落 那有什麼樣以前的這些結構 整個歷史 本來這一套瘦下線 是想要變成一門 協問叫做阿里山喜 因為它是台灣林業史的 最完整的開花的紀錄 而且產生了獨特的自己的文化 已經足夠建造成為一門 學術上思考的一個 林業村林業文化 好可惜我們這個政府 從來沒有那種眼光啊 那 我也從來沒有全力 這輩子我從來沒有有過全力的人 而且從來沒有想過要賺錢 甚至在想 是不是現在可以重新開始 阿里山 整個阿里山地區 你們看到以為只有一條阿里山鐵路 我告訴你 阿里山從來到現在 再早期阿 阿里山總共有二十五六段鐵路後公路 除了到嘉義上來這六十七公里的 所謂的本線 接著呢 上來有昏道 你們你們知道 阿里山鐵路上來 然後會經過第一昏道 第二昏道 第三昏道 第四昏道就是刀平 以前經常說 阿里山飛車放到這有嗎 飛車走到這樣 還來呢 你怎麼發現那怎麼在後退 不是啦 因為它是資質型的鐵路這樣上去 所以阿里山飛車放到這 這樣上來 刺刺 然後第一昏道就是那個分擦點的地方 第二昏道 第三昏道就是神木站 第四昏道 就是什麼 第四昏道就是現在的阿里山車站 我們明天一大早在中午上去 進去 那個就是第四昏道 那昭平啦 就是原來的第二階段的開發中心 然後你看看這個就是敏業線 我給你們的資料還有送給你們的書 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每一條哪一條鐵路 哪一段它的開發前後的歷史 上面都寫得很清楚 阿里山不是一條鐵路 總共我統計出來 至少有二十五段路 而你們一般在講就只有講一條鐵路 然後在每一個地點 它當時林業開發的時候 怎麼樣形成村莊 我們在講土地倫理 不是告訴你柳貴之 那怎麼樣在第二次砍發的時候 打我乖嗎 就是那樣 你看 這個 台灣層幾何時 日本人去的 我竟然也要再看 台灣人去的新聞是這樣的 你能想像嗎 你知道那個發現 發現阿里山森林的日本人叫石田長田 他第一次的紀錄 同樣自身在那種高大林墨 一直在講一句就對了 我們講一句 我沒看到那些大塊的森林 你知道這個石田長田後來怎樣 你知道 也就進入阿里山森林廠工作 然後當時呢 當時他是寫毛筆字 誰領多少錢 什麼樣 他們那個計畫 日本人每一筆帳 每一棵樹的樹計 清清楚楚 然後好可惜 十幾年前 古書燒像 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 在阿里山森林那一些資料 完完整整每一個人 每一棵樹的資料 叫做排葬 還有老童 當時怎麼調查 怎麼的 反正累積那些文書 原來放在 原來是放在這個 他們就搬下去在嘉義某些地方 後來因為怕 轟炸的時候被炸壞 又移到一個地方 最後又移上來 阿里山 放在倉庫 不是倉庫 那個等於是專門收集公園的地方 在十幾年前 林務人員就把他清出來 把他當作賣給那個 回收 那陳葉霞的爸爸 看到了已經快搬完了 就覺得 這個東西 因為他爸爸本來這本 就是就在林務局工作啊 他說 這個東西 不對勒 不大對勒 他打電話給我們 喔 放一點我才叫起來 我靠腰 他才叫幾本 其中我業婦 隨便撿到了一本 就是石田藏品 整部 整本 用毛筆寫的帳戶 現在在我家 我就把這個事情寫出來 寫在報章雜誌裡 夭壽喔 實在是那裡真的 真心幾個好東西 幾個了 你知道嗎 更可笑的 兩三年前 你不只要成立林業春 成立什麼樣的展覽 你知道那些都是我們歷來 建立來的結果嗎 進來有人打電話給我業婦 那個陳教授的手上的 拿的那個石田藏品 那個東西 我們可以不可以要回來 你們假扁 你如果真的給我做好 我整個就送給你 你要知道 二萬坪有一塊 日本近藤雄誌寺 那個紀念碑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剛才斷掉來 裂了一塊石頭花崗岩 我特地把它撿回來 他們都不知道 我在報紙上寫出來說 趕快去把這個護岩 如果你們要做護岩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一塊拿來 你把它紅上 好好做好 不要插握 做好了 去這塊 幫你補那些水魚 那個是因為我把它揭露出來 他才知道那裡斷掉了 奇怪喔 我真的不知道這種人 我講到檜木 不要講這麼悲哀的事